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事情 就是關於黑衣騙徒 又有些新的行騙的手法 有一位港男 他在7月14日 在社交平台翠發文 表示他一夜晚 在沙田沙角村街市 遇到兩名國內的女子 目測分辨是四十至五十歲 還有一個是三十多歲 其中有一個女人 就以普通話表示 我們來到香港的旅遊 沒有錢 沒有錢就回家睡覺 下來香港把懶 去旅行沒有錢 走,乞衣游泳回去吧 樓主就說 你們想怎樣 然後這兩條八婆 就說,可不可以請我們喝一瓶水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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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樓主就說 我都沒有錢 但對方就堅持 請我喝一瓶水 你喝水去麥當勞喝吧 上面商場就有麥當勞 沙角商場 沒有人假裝 有水喝的 麥當勞 你自己喝吧 喝夠你喝吧 由於當時 那個時間 看到街市裡面的檔攤已經開始收舖了 只剩下一些食物的檔口有營業 樓主就說 這裡沒有水買 就說剩下食物買 對方改變要求 就說 食物都可以 這樣 這樣 樓主就感覺 覺得不對勞 就懷疑對方想困咎他錢 之後就離開 沒有再理這兩個人 批評 兩個大人大姐 說來香港旅行 但是 就說沒有錢 來到香港 黑衣 這樣 左問右問人借錢吃飯 真是免都不要 貼文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讚賞樓主做法 就說不要理他們 就對了 有人就說 去旅行 買一瓶水 都沒有錢 學什麼人去旅行 這樣 有網民就說 教這個應對方法 就說如果你要水 可以去公園有免費水機 有人就說 叫他去公園喝 接著有人就說 這些一律要報警 就說這些人 是應該要報警拉糕他的 這樣 他問你請一瓶水 你又不能報警拉糕他 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你走下去就算了 正常不會理的了 我想這樣說 你喝水 其實可以去麥當勞那裏喝 因為麥當勞那裏 現在有些水機 是你可以拿他的紙杯針水喝 不夠你針的 沒有人理你 如果你說麥當勞的水 不合喝 你可以選擇去廁所那裏研究一下 因為廁所那裏 首先有鹹水 有淡水 你喜歡的可以喝廁所水 又可以 你不喜歡的可以喝水龍頭 又可以 所以是 絕對是不怕沒有水喝的 因為香港就不是沙漠 再不是回去喝你媽媽的稀水 因為你兩條女兒 大家互相錄狗 喝大家的稀水便可以 狗唔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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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了20多多數 好難上來的 還有在香港大家有沒有人下答 例如網友問出大家 你們會不會下追 又assemb** 我就想別走開 嘴唇又臭,走過來整陣味 真是拿了命,很認真,幾十歲的人戒了他 這些毒品的東西戒毒戒了他 人生浪費了那麼多時間在毒品上 臨腦還要到處左拋右拋,有沒有錢買個麵包吃 買麵包你買白粉,你媽 這些人很像垃圾,真是不忍之所為 我見到走過來問我都走開 不要阻擋著路,不要阻擋著 有時趕時間,突然有傢伙走過來問你有沒有散指 牙都爛了,口又臭又惡嘴唇 就是盜擋了胃口 走開吧,你媽 拿錢來吸毒,你的傢伙都會去麥當勞 大家去那裡撿二手飯吃 那些導遊,人家吃剩的東西,你媽拿來吃 你媽拿來吸毒,你媽拿來吸毒 你以為我不能知道嗎? 是嗎? 很難搞的 真是不能知道這些人為何能想 理解不得到 這些老鬼都說算了 我見現在有些年輕人 又要講一下禁毒 又吃可樂,又補冰,又太空油 你一個人搞得到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不能之所為 大家網友真的聽著 你遇到什麼困難都好,怎樣都好 毒品真的不能可以碰 碰了真的會彎 玩完的真的會 怎樣都好 我知道人生很痛苦,很困難,很多東西 但是不要吃毒品 吃毒品是不會幫到你那些困難的 吃毒品只會增加你人生的難度 不要再搞這些 如果有網友正在吃的 就戒掉了,不要再吃了 斬手指,你媽媽不要再吃了 但是你說,喂 你說你是可能人生有些困難 你未開始吃的,或者你沒有吃的 都不要碰了,記住 這些東西真的碰了真的 回不回頭 真是很老套的 我也要講 我不知道,可能現在有些人會覺得 吃太空又很帥啊 又說吃什麼大麻,什麼 大麻可以斟酌的 如果沒有混過東西的話 那要看你吃來做什麼 大麻可以斟酌的 今天是不討論大麻 我主要是講瀑冰啊 吃可樂啊 Soke啊 還有我聽有些人 除了吃太空油之外 有些說玩一些類似鎮靜劑的東西 譬如那樣東西 因為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拿白黑 他可能去青山那裡拿藥 或者可能去葵衝醫院拿藥 拿藥之後 會有些人走來拗你 譬如你一次過拿藥 拿多少個月 或者拿一個月 然後他就會走來拗你 說我多少錢買這些藥 然後便宜價賣出去 可能20-30元一粒賣出去 我聽過那些 那些是鎮靜劑來的 我知道有些人是吃這些的 可能鎮靜劑又再吸吸水 古靈精怪 總之濫藥都是不好的 這些食糧壞老 大家網友自己想 那條命是你的 你就自己想 不過我呢 根據我的經驗 我加上見到那些導友 我覺得無論你是年輕的網友 或者跟我差不多年紀 都好 記住 毒品真的不要碰 其實很多東西都不能碰 毒品又不能碰 賭錢又要適可而止 然後叫雞那些又不要沉迷 任何東西都是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最多恐怖的是毒品 因為你賭錢 你輸了大了 你老母子 你也是一件事 你自己走下去 走路也好 什麼都好 起碼你的人沒有彎 只要你的意志意念夠強 你總可以回到回頭 你回到回頭 你爛賭你回到回頭 譬如有些人 本身很爛賭的 又賭球又賭馬 賭到破產 家人都要幫他借錢還錢 然後痛改前非 他人的硬件是沒問題的 只是他做過這些事情 可能有些內疚 或者可能知道這樣是不對的 但是毒品是真的吃到你壞腦 尤其是現在的毒品 不知道混了什麼 那大家自己看路 為什麼可以說這些 喝水檔說說毒品 事量彈 當是緣份 講開扶機扶了這些東西出來 不知為什麼突然扶了這些東西出來 好奇怪 那今集 差不多了 希望幫到人 這些節目 就是這樣 沒什麼特別 喜歡節目還是回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